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TVB的業播劇集好心作怪 今次由Bosco周麗琪三哥再加上萬宇文的配搭 除了新鮮之外 其實對萬宇文來說也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挑戰 因為萬宇文自從入行以來做出所有角色都是中的 今次這個角色又奸又要心狠手難 所以對萬宇文來說絕對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挑戰 其實萬宇和TVB簽的只不過是一部投約 原本是一年拍一部劇 其他時間可以放假又可以去旅行 但他拍完《老表你好東西》之後 監製從他遞上好心作怪的劇本 他覺得這個劇本真是好好的挑戰 所以他又接拍了 拍完好心作怪之後 他又拍了《食為奴》 所以一劇接一劇令到某某真的熬得很辛苦 現在終於熬病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不齊娛樂,謝謝 雖然萬宇文只不過是加盟了TVB年多的時間 但一劇接一劇加上全部都是做女主角 收視還非常之好 所以無論是他自己對事業充滿信心之外 而且一班高層對他也充滿信心 連駱小姐也開口說他很喜歡他 萬宇文其實跟TVB只是暴徒合約 他一年只需要拍一部電視劇集 但由於TVB很多的監製對他很好 他拍完《老表你好東西》之後 監製又為他遞上好心作怪 原本他不打算拍的 不過看到好心作怪的劇本 首先可以跟三哥合作 第二他從來沒做過奸 今次又有得發揮 所以他又接拍了 完了之後又有一個監製 即是他的好朋友 祖南為他遞上《食圍爐》的劇本 因為今次《食圍爐》 就用了《老表你好東西》的原班人馬 所以蚊蚊又不好意思推 然後又拍《食圍爐》 所以令到他一劇接一劇 休息時間不夠 亦都令到他的舊患又復發 在個幾月之前 其實一班記者就拍到蚊蚊 去看這個 愛摩治療師 原來蚊蚊之前 幻想了脊椎移位 再加上他的左腳 是有這個舊患的 所以就算蹲下也有點痛 今次拍《食圍爐》 還要去到橫店拍外景 還要天天打足十幾個小時 所以令到他的舊患又復發 其實蚊蚊這次在食圍爐的角色 是做打女 就算未去到橫店之前 他在TVB的廠景 已經經常要釣威也 他每天都要打 雖然他跟導演和監製之間 有溝通 說自己是有舊患的 所以如果打關斗、釣威也 其實就不太適合他做 盡量找了很多替身幫他 但始終他都要親身上陣 所以蚊蚊唯有努力捱下去 去到這個環境方面又怎樣呢 原本要拍16天的戲 由於TVB要縮起 所以10天要拍完 所以所有演員都不夠休息 但每天要打足十幾個小時 所以搞到蚊蚊的脊椎移位又復發 但由於他不想阻礙進度 所以唯有頂著痛 又無法看醫生 都要捱他 所以見到他回到香港之後 一見到他的老公都抱著他哭 回到香港 食慧爐又差不多拍完了 所以蚊蚊立即去看醫生 其實他自己都希望可以試試 可以有BB 所以他現在都是努力著 原來他已經約了他的老公 在下個月兩個一起放假 又去到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希望可以做人成功 蚊蚊都說 其實蚊蚊經常遊說他 簽做親生女 又希望他可以續約這個步投約 但他都說希望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後才再回TVB 他說他最快都會等到秋天的時候 才會再接電視劇集 現在見到他捱得這麼辛苦 他老公當然叫他不要做 但其實他就覺得現在TVB真的給他很多機會 亦都覺得自己的人氣真的好很多 所以他都希望可以試試 我這麼久 是時候八重公坦 八重公坦 題目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是萬一文的話 你又會不會繼續拍劇呢 我將你的意見 上到WOW一多TV上面留言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儀式